台卫福部门负责人同时也是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日前传出有意参选台北市长 一份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 由于陈时中在本轮疫情中的表现不佳 高达59%的台北市民反对他参选 近日岛内本地疫情急速升温 防疫政策配套措施等均遭到不少质疑 最新民调显示有78.8%的台北市民对于疫情扩散感到担忧 62.5%的台北市民认为当局的防疫政策混乱让民众无所适从 在此基础上有55.6%的民众对于陈时中在此轮从3月开始的疫情中的表现感到不满 并有59%的台北市民反对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 陈时中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先谈论与疫情相关事宜 直到离开记者会现场后才松口 至于已经确定人选的台中市选战话题已经开始点燃 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24号宣布 将征召台立法机构负负责人蔡奇昌参选台中市长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蔡奇昌不应该代职参选 目前蔡奇昌的民调与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差距较大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分析台中选情相对稳定 对于绿营来说是艰困选区蔡奇昌胜选几率不高 吴子佳认为蔡奇昌参选的唯一目的是争取更多选举资源 拉高台中市新潮流派系议员候选人的民调